目前看起来它是没有那么多的交易上的时机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专业的能力 所以确实我们现在在看起来 如果要说到空投公司的话 就以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给人家会有蛮多的遗誉的啦 那现在是您怎么看说 这一家高登环球公司它的前身是小吃点 这个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如同我刚刚所说的资本额它的一个功能 其实它代表的意义除了股东给的钱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表真的是股东对于这家公司的承诺 这个你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它的很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它是在于说 它并没有去维持这家公司长久良好的一个商业 商誉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因为我举例来讲 我举例来讲今天就算是我一个小公司 但是我可能在这个业界 我在做医药器材 我可能做了三五十年 那大家都知道我 我虽然小小的 但是我有一定的能力 我有一定的专业度 那可能OK啊 那可能这样子可以的啊 可是高登这家公司就像您刚刚说的 他过去他就不是做这个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 刘老板说刚好有这一支牌 他还特别用这个是很 其实他有时候他有时候真的还蛮实际的啦 他讲的很他都讲的很实际啦 然后他有这么一张牌就拿来用 所以你就知道他对于就是其实很多民间人士是这样没有错 就是说我有开一家公司吗 他家公司没有在用啊 反正有一个什么声音 所以可以说那是一个空壳公司对不对 反正都已经登记好就顺便把它拿来用吧 应该是说这个从公司的角度来看 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看 每个公司都是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公司 他本来就是有限责任 如果说他就是这家公司到最后假设旅月没有办法成 那就是这家公司赔 公司没有钱就没有不得赔嘛 所以你说他是空投公司 我目前手上没有资料啦 但是我只是讲说 至少他在我们大家 目前看起来 他是没有那么多的交易上的时机 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专业的能力 所以确实我们现在在看起来 如果要说到空投公司的话 就以这一个领域来讲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给人家会有蛮多的遗誉的啦 那么多的交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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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交易 感谢观看